那么和珅呢这么有钱 他的钱都藏在哪里呢 带你们去看一下 看这一盘呢就是和珅家的藏宝楼了 东西全长是156米 上下呢有108个房间 分别藏着和珅各种各样的宝贝 你看这上面的窗户呢 每一个呢造型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窗户呢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就相当于啊和珅银行卡的取款密码了 你知道当年和珅被抄家的时候 从这个藏宝阁里面搬出去了多少宝贝吗 举个例子 说比枕头大小的金砖呢就有100多块 我的天啊那是什么概念呢 还有珍珠啊 咱们平时见的珍珠就这么一点点 和珅的珍珠啊有鞍唇但那么的大 还有呢珊瑚树 皇宫里面的珊瑚树呢就这么大 而和珅这边的珊瑚树啊都是这么高 所以你们感受一下 每天呢和珅吃完晚饭呢 在这边呢双手插在背后 然后呢在家后面呢 悠闲悠搭的时候 然后看着这个满满的残宝格 是什么心态呢 所以有些人说啊 一个小目标 我不在乎钱是吧 风轻云淡的 那确实是咱们见识少了